智己这个上汽和阿里的汽车品牌 鉴于它的知名度和流量可能比高和差不了多少 咱们先聊聊我实地看车的经验总结 月底的成都车展会更有意思 因为新款LS6要上市了 嗨各位 我是超棒 欢迎收看望文问车 30到40万价位区间的新能源车 国产品牌可谓是个领风骚 每家都有自己的高产品力车型 只不过一些品牌的知名度太低 智己这个品牌很有设计想法 看似高科技的配置都不是噱头 千万别当它是花瓶新能源车 超棒推荐大家有机会去试驾一下 为了堵住一些网友总说我们 净研究没有用的功能 不说车的试驾感受 我先告诉你们 智己LS7开起来非常像燃油车 首先智己的官网赫然写着 整车终身之宝 L7这款轿车现在开始新款换代了 老款车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能优惠7万左右 这辆车的细节用料太奢侈了 中控下方的储物区 底垫都是皮质带缝线的 前面的眼镜盒也是皮质 看上去比极客X的还讲究 手机无线充电板看着挺普通 你一放上去就电动升降了 这个设计也不太常见 半本按材质的座椅还有皮质标签 另一辆LS7的前排座椅背部 用的是羊毛材质也有标签 就像服饰一样很有意思 后排这个木板装饰雕刻着坐标 别管是不是这款木板的产地 显然一副顶级豪华车的座牌 所谓一级像素的升降镜头 还有能各种投影的大灯和交互灯语 甚至SUV上的零钟离座椅 这些都是亮点 而它真正的卖点 我发现自己这个品牌的车内设计 十分强调驾驶者的视野安全性 而且是那种软硬件整合的方案 所以像LS7这款车 超大的雄领天目 别管人家宣传C919大飞机通款 也确实这个天目隔热效果不错 分体式联屏 而且可电动升降 再配合这个半幅式方向盘 当然你可以选择常规款 整体给到你的驾驶视野非常好 并且它最新的车机版本 还强调一个余光UI 就是你打转向的时候 会自动调出对应侧的影像画面 这里也插过一个小知识 日系和韩系的一些车型 早就配备右侧影像画面设计 但这种左侧也能调起影像 并且如果你打双闪灯 直接调出全部画面 就把已经很成熟的功能逻辑 用这种新的屏幕设计 做到了软硬件的结合 像这种屏幕造型 我个人喜欢开启运动模式的时候 降下屏幕来显得更加运动视野 你会发现本来导航的路线画面 会很自然的变成精简显示 就像仪表盘的UI风格 但如果你想全屏显示 或者打开影像功能 就必须要升起屏幕了 当然附加的娱乐屏幕 是可以单独控制升降的 自己的半幅方向盘 你不要看它如此简洁的按键 也没有盲目采用触控操作 但它的功能我感觉好合理 因为用了怀挡 它的辅助驾驶也是在地档模式下 再向下波动来开启功能 方向盘后面有两个波片 分别控制巡航车速和跟车距离的调节 而方向盘的两个滚轮就只负责 娱乐媒体的音量和上下曲 以及仪表信息的切换 包括电动方向盘和外后视镜的位置 也可以语音唤醒再用滚轮来调节 可以说这些功能的操作过程 你的目光和手部动作完全能专注于驾驶 本来以为高盒的方向盘拨片 设计成动能回收和驾驶模式快捷 就已经很方便了 自己的这套逻辑更加出色 你们一定要去体验才知道 因为L7要换代了 所以当时没有试驾到 视频开始我就说过 LS7这款车竟然很像燃油车的驾驶质感 应该是它的加速曲线被特意调教过 不是简单的像电车那样 每次加速都很愣的感觉 它的踏板脚感也是力度很像燃油车 虽然包括驾驶模式 还有各种力度都可以自定义 但你开这个车的感觉 就会没有那么明显的电车不适感 329800的配置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两驱版本也动力不俗 而且空气悬架的加持下 对滤震效果调教的也很细腻 自重这么大的一辆车 急加速和紧急变现 车身姿态都扣制得很好 反正你最后的感觉就是 值这个钱 再结合刚刚静态看到的做工用料 如果销售话术又比较专业 你会很容易得出结论 这个品牌一身名牌 用料扎实 调教成熟 但也不是完美的产品 比如智能语音的识别和交互 感觉需要再升级一下IQ 电动升降屏倒没有什么反光 可是中间的大屏幕 角度虽然比较顺手 但确实容易反光 而且下面的烤漆材质面板 好容易滑伤和污渍 辅助驾驶目前的限速 最高120公里每小时 可以说非常保守了 但至极业有一个原始玩法 销售给我介绍了半天 个人理解就是 用户开车去到的新路线越多 就能得到更多的原始 这东西可以换取对应价值的商品 也就是你充当了厂家的路况源 想必是未来的高阶辅助驾驶 在做数据储备 细节的软件和硬件亮点还有很多 但视频能看到这里的朋友 应该不多了 咱们等到成都车展 新款LS6发布再详细研究 听说价格下探到20到30万 可能取消空气悬架和后排零钟离座椅 但是加入后轮主动转向 这不就是驾驶者的风格了吗 另外我还发现 虽然自己并不像未来汽车那样 可以换电的设计理念 但是在金融政策上 竟然也可以做电池的分期选择 那我从消费者的角度给个建议 鉴于目前自己的知名度 如果再推出官方的保值回购政策 接下来的新款车会很好买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分享 如果对你有帮助 务必记得点赞投币加关注 一键三连 你最酷 我是超棒 下期见